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蓝牙耳机 iKF King 某宝价格现在是249 在功能齐全的同时 还拥有ANC主动降噪功能 这个功能一般都是出现在比较贵的耳机上 既然这款耳机都选成这样了 那么它用起来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耳机外观 本次iKF King有云眼白 新眼粉 金脸黑三种配色 我手里这款是粉色 耳机主体为塑料 表面用的是摩擦处理 很有质感 耳机两侧有装饰用的金属片 耳罩有全包蛋白皮和零压感基硬棉组成 摸起来手感轻盈柔转 内部应有左右标识防止戴反 非常的人性化 头梁部位做了一个包裹 和耳罩的处理方式相同 两侧致壁可以伸缩 耳罩也可以旋转 方便根据个人习惯进行调整 得益于重量控制的非常不错 佩戴起来轻便舒适 不会压耳压脑袋 非常好用 并且耳罩还可以弯曲 配合上附带的包 收纳起来非常方便 而接着功能均集成在了左侧 前面有电源音量键 下方有麦克风接口 AOX音频接口 后面有一座电源指示灯 充电口 NC降噪按钮 内置400mAh的电池 不开降噪续航能达到50小时左右 开降噪大概45个小时 不仅功能强大还19 日常使用的话 一个星期基本没什么问题 IKFK本次采用了全新蓝牙5.3的技术 连接起来又快又准 支持一系双联 一副耳机可以连接两台设备 满足各种场景的使用需求 配件里有一个麦克风 方便在打电话或者游戏语音的时候 对方能更清楚的收到信息 同时拥有专业低延迟游戏模式 在玩各种手游时延迟低至45毫秒 可以说在玩游戏时完全不用担心音话不同步 包装里还附成了AOX音频连接线 游戏模式与无线模式自由切换 能做到真正的无厌神 在音质方面 IKFK拥有四草米高解析的大众圈喇叭 音质清晰 生效 立体 环绕 对着其他两外桌的价格 主动降噪功能最高支持的38分贝 如果接上APP的话 还能进行多达6档的降噪调节 对低频道声音 比如风扇转动时的噪音 在开启降噪后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APP里除了降噪和游戏模式外 还有6种不同风格的音效和可供选择 如果有自定义EQ的需求 可以到高级自定义下进行调整 最后总结一下 IKFK真的是一款卷刀不行的产品 各种配件席权 功能也应有尽有 可以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体验 如果想要落实一款便宜在降噪的头戴手机 那我认为IKFK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